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V生命运数,我是Wendy 终于来到我们生命运数九宫格十二条连线当中的最后一条 也是我们零星线的最后一条 那这条线呢,我们叫它四八连线 又叫它勤劳线 按照我们的惯例,来跟大家分享四和八分别的意思 四这个数字的意涵呢,代表的是高的执行力以及高稳定性 然后同时呢,也非常享受规划的过程 八这个数字的意涵呢,代表你有非常高的行动力 同时你也追求进步,享受在学习过程当中的时光 综合以上两个数字的特点啊,会把四八连线叫做勤劳线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这条连线的人呢 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质,就是闲不下来 你们是非常享受时间被塞满的满足感 但是这个被塞满呢,并不是工作 亦或者是就说责任上的塞满,而是说在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专属时间当中 你能够用你自己的想要 以及呢,你非常想要去尝试或完成的事情 在所谓的放假时光当中 你把你的空闲时间塞满了规划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会觉得说,哇,好不容易终于有机会 跟比如说我的工作,甚至是跟我的身份上的责任 你可能是人家的妻子啊,老公啊,或是你可能是人家的爸爸妈妈 所以你终于可以切割掉这一块 你要来好好享受属于你自己的时光 所以这个享受对于你来说,你会觉得说 嗯,我就是要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情提要下 你们会觉得放松这件事情不是躺在家 其实应该要让你自己多处去看 多处去听,多处去学习 体验很多的事情 为什么呢?大家应该有听到我刚刚讲四汉拔这些特质的 它都有一个就是它是享受一个进步的过程 所以在忙碌的行程当中 反而会让你有一扫压力和辛劳 我觉得有些人不太懂的这种效果 然后同时能够短暂的远离你的生活 或是你觉得工作上面有一些很烦人的小事情 那另外呢,闲目下来有一个更深沉的面向 是因为你们财务其实是有很明确的追求的 所以通过勤劳的行动付出 不论你是去学或者是你就是去尝试 甚至是你去把自己的梦想打磨啦 Prototype的一个状态 你更清楚知道说你有机会朝你想要的财富前进 更特别的是因为四汉拔呢 你们通通具有高职心力 还有稳扎稳达的特质 所以这样子整个四汉拔的内险特质啊 外险特质跟内心的需求 会让你们在金钱上的累积用一种风险比较低 你还是会求的比如说1比1.2的这种中高的投资报酬率 但是是稳健的开拓法 让你自己在金钱上面的需求满足 一点一点的来达到 所以他不是劳碌命的代表 劳碌命要看怎么定义 我刚刚就有说如果不懂他们的人都觉得说 哇,你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累 但是就四八连线的人来说他没有累 他是终于有时间去尝试新的事情 我觉得有的时候没有这么绝对性 好像每一件事都跟钱有关系 其实不是 可是在那个享受的过程当中 他们很自然而然的会找到 他在尝试的新事物 或他接触到的新事情当中 有没有机会帮自己也带来更多 攒钱的机会啦 或者是让自己的时间是更有价值的 有一种人他就是闲不下来 他闲下来会生病 他是这一种吗 应该不是 我刚刚说的今天好难回答 因为有一种人啊 他就是你把他工作塞得满满的 或者个人行程塞得满满的 他虽然忙 但是他不太会有什么哀哀叫 或者哪里累哪里酸 但是如果你把他时间空下来了 他就会突然觉得他浑身不对劲 这边不舒服 那边有点痛 哪里好像应该要看个医生这样子 这个比较是要去挂生性科 跟连线 所以他都不是就是了 我觉得某一个程度有像 我好不容易在这么忙碌的工作过程 结束了之后 如果你要他停下来 而且是一定强迫他要停下来 哇有48连线的人会觉得说 妈呀这是另外一种折磨的开始 你还不如让我这么忙 对 所以我才说他不是那一种 空下来会生病的吗 我觉得生病有点过头 空下来全身不对劲 我觉得有可能会 他就会觉得说 怪怪坐不住 家里的小包我不喜欢 这床躺久 觉得药好酸 脚抹了油就一定要出去 的那种感觉 有点像有点像有点像 有48连线的这个人啊 你知道为什么你们会 这么愿意执行事情 跟这么的有高活动力 因为其实你们是有三个四 你们知道吗 就是因为八等于两个四嘛 所以48加起来 基本上你们是有 三个四的强大特质在身上 大部分有48连线的人 是在意的 他在意什么呢 在意自己是不是 拥有丰富的财富 同时间呢 也希望自己 越来越达到 所谓社会认可的成功 社会认可的成功 有时候会随着年龄 还有风气 比如说我应该做什么职业啊 或者是我要不要买房 我买什么车 小孩念什么学校 这些比较容易 让48连线的人 就着整个大环境啊 或是亲朋好好的期待 让他变成了自己 对自己的一个目标认定 其实有时候会有点担心 大家会觉得说 停下来是不是不好的 会非常害怕 在休息的时间 他被竞争对手超越 有的时候太过的时候 我觉得48连线的人 会不知道怎么享受 悠闲这两个词听过 但生活有点做不出来 就是老陆明 有一点 有一点 真的真的 我觉得勤劳 其实是一个 奇奇难得可贵的特质 因为人本来就是要积极 但积极 还是有个限度在的 要不然你很容易 会让自己出现 比较焦虑的现象 然后这个焦虑 有时候是自己吓自己 你就会不断地脑补 自己说 哇天哪 我开始跟社会脱节了 我要被社会淘汰了 我可能 明天进去公司的时候 我的未接就第一接 有的时候担心 会有点太过 就要跟48连线的人说的是 其实这个特质呢 是来帮助你能够 精准掌握 同时间呢 能够通过持续加上 有纪律 有效果的规划 让你自己是在前端 大家有没有觉得 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比较讲求的是 一种携手合作 和借力实力 因为以前人家会说 什么十年定一生啊 但我觉得现在 大概两到三年 就会定一生 而且这两到三年的定一生 其实是 你有没有看准的眼光 你能不能够 在自己的大环境下当中 将你的勤劳 跟你的心情优所发挥 所以千万不要再有吃苦当 吃补的概念 来捆绑自己 反正我就是努力 努力努力 用时间来去换 日本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 很聪明的一个作家 他说如果在学生时期啊 太过认真 有的时候是浪费时间 很怪对不对 那学习的时候 我们被教导 就是要认真 后来更深的遗憾 他是说 如果说呢 你今天设定的目标是 你要把考古题做完 那你做考古题的时候 其实不是让你来发挥 去思考这个题目 应该怎么做 而是最简单的效率 是因为你想要知道 过往的考古题 有哪个题目 一起答案是什么 那以量来说的话 其实他不太需要你思考 他其实要你的是去 直接寄答案 所以这边要跟 4800线人说的是 你要看着 你设定的目标是什么 而决定你时间的积累 以及就是说 你心情到底是对的 还是错的 因为勤劳没有错 但要放对的地方 它应该是一个 很正向的事 我有付出 我有努力 理当就会是 大家想要的结果 但我必须说 现在是会很残酷的 你有努力 你有付出 可是如果你的目标 或是跟世界 有点不太一样的时候 它其实是越拉越远 如果你期待 它是有同等值的成果的话 你要在对的时间 做对的决定 避免自己呢 做一个超级辛苦 但是你对成果 其实是没有把握的 老路人 那在他周遭的人 也会被他逼的 一定要跟他一样 什么的老路吗 前期 你其实非常容易 感受得到 他的满腔的热情 还有他那个 超高的执行力 短时间 你也会受到他的印象 因为这样子的行动派 会让你觉得说 哇 生活瞬间变得 好多才多姿哦 但我觉得有时候 48年线的人 目的性真的太高了 这样子会给自己 生活比较大的压力 甚至有时候呢 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 出现了一些 过激的表现 我觉得这过大的压力 在关系上啊 有的时候 他就是一种 温水煮青蛙 的可怕 如果你是正在 跟48年线的人 相处 要麻烦大家 要提醒他们的一个动作 就是适当的 让他们慢下来 缓一缓 然后呢 不要太过于在乎 他人或世俗的眼光 不要太想被认可 用不太正确的方式 去达到目标 也不要把自己 很高标准的这种 执行力和坚持力 去放在别人身上 你今天在跟别人 相处的时候 其实你们是 互相欣赏彼此 人格的特质 或是没有压力的时光 那针对是否 要一起进步 跟各自成就 我觉得他是 需要循序渐进 然后大家去找到一个 彼此磨合 比较好的相处方法 这样才能够 让有48年线的人 还是享受了 带领大家 一起往前进步的 这种快乐感 跟48年线的人 相处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你好像跟了一个 综合懒人包的人 在一起 他告诉你了 最好的方法 非常有效率的步骤 我们12条连线 走了12个礼拜 最后还是想要 跟大家说的是 每一条连线 它都有它外显 就是让大家 很羡慕的特质 但每一件事情呢 拿捏度是要好 因为我觉得 过犹不及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会让优势变成 让你无法进步的 一个缺点 以上呢 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生命灵数九公口 48年线的内容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